由于牛樟砍伐位置是在原住民保留地内的产物 台东县政府及京丰相公所承办员曾表示是合法申请 不过检方认为在国有地内砍伐数目是不得使用大型机具 所以基本上像这个案子其实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说他今天其实他的出发点就是要去挖那个大型牛樟 政府机关有告诉他不能使用大型机具 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场相关机证来看 他是有用大型的挖土机去做一些开挖的动作 这一起百年牛樟遭砍伐地点是位于金峰湘海拔900公尺 国有原住民保留地也就是金峰湘马武段0603地号 陈族人吴新发在今年3月21号先向台马里地震事务所进行他向权力设定 4月19号在申请将这片面积达23000平方公尺的保留地 由林业用地变更为龙木用地地幕变更过关后 再向金峰湘公所申请砍伐牛樟 对于族人在自己所属的原住民保留地内申请砍伐或移植 是否违法引起讨论 国家把这一块土地不管是用农育权交给原住民 还是说用出租方式交给原住民 在这一块土地还是公有的状况之下 在土地上面的所有物品都还是国家所有 他保留地上面所做的开发或是他砍伐 他的树木那是属于他个人的权利 在检方扩大侦办后召开记者会 或有杀鸡儆猴异味 但检方否认且表示 艾夫山里是司法机关的责任 任何有关盗法或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进行伐木 只要有证据都会深入侦办 记者卡托弗亚台东采访报道